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一个人的废弃物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的宝藏 这句话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真实上演 一名当地企业家将废弃的塑胶回收再利用 不仅为自己创造了财富 也缓解城市的环境及停电危机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布卡五 深受塑胶废弃物污染的困扰 数以千计的塑胶瓶被冤进卤机器和 经常堵塞水利发电厂的涡轮机 造成发电厂一关闭就要好几个月 整个城市陷入黑暗 不过刚果企业家麦塔班罗的公司 却化这维基为转机 他们收集这些废弃塑胶瓶和城市垃圾 将其融化刮入六角形的金属模具 冷却之后再敲出 就成了便宜又耐磨的葡鲁砖 这些葡鲁砖不仅为城市打造了不一样的车道和情愿 远让麦塔班罗带来获利 并为当地年轻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目前布卡五的160万居民 没有适合的垃圾厂来处理废弃物 就在非洲也不是单一情况 与俄国环境规划署估计 整个非洲大陆有七成以上的城市垃圾是可回收的 但真正被回收的却只有4% 因此若能将这些废弃物处理再利用 不但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 也能缓和布卡五的停电危机 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不断飙升 各国都在努力寻找替代资源 德国一家太阳能发电公司 正在打造德国最大的浮动太阳能发电厂 其电力相当于能供应492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计划在2027年帮助德国脱离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将一片又一片的发电板安装在架上 组成巨型发电板 一路延伸到水面上 德国一家太阳能公司 正在废弃的采石厂湖泊上 建造德国最大的浮动太阳能发电厂 预计5月24号启用 在每个浮动铁架上 装有5800个太阳能板块 整个浮动发电厂 共有360个浮动铁架 将提供在地居民300万瓦的电力 相当于一座路上锋利涡轮机的产能 可供应492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与化石燃料产生的同等电力相比 还能抵消每年1100吨的二氧化碳排废量 该公司发布2021年财务数据时表示 计划于今年上限 100万千瓦的可再生能源产能 如果一切顺利 将在2027年帮助德国 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乌克兰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逃离的乌克兰人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索性各国不断提供协助与救援 也让出逃的芭蕾舞演员 马戏团学生及运动员们 能在其他国家继续接受训练与比赛 在柏林各剧院内 一群舞蹈家正在练习 他们有一些是被迫逃离家乡的 乌克兰芭蕾舞演员 从而加入了柏林国家芭蕾舞团 基辅出身的首席芭蕾舞演员 伊安娜·萨兰高 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柏林跳舞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他努力帮助逃亡的乌克兰人继续训练 我愿意帮助他们 我不能明白他们现在的意义 让他们失去工作 失去所有的事 柏林国家芭蕾舞团 是不同国家舞蹈演员 向往加入的舞蹈团之一 当中也包括俄罗斯人 所以确保团员们持续彼此尊重 成了他们的重要任务 在捷克布拉格当代马戏团 也答应接受基辅表演和马戏艺术学院的求助电话 提供乌克兰马戏团 25名青少年学生培训场地 住宿 食物 并安排了英语课程 基辅表演和马戏艺术学院表示 要让学生专注于他们的职业 他们是未来的艺术家 乌克兰学生则透露 他们的家人人在乌克兰 因此很难集中注意力 并希望战争早日结束 回到家乡 在保加利亚地处 有欧洲火药库支撑的巴尔干半岛 曾经历19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 让当地体育协会感同身受 出手援助乌克兰难民 为运动员提供避难所 训练和比赛 不止莫斯塔尔是学生排球协会 接代7名球员 保加利亚网球协会 也帮助了12个年轻网球运动员的家庭 并计划让他们参与全国锦标赛 顺利逃出的乌克兰运动员表示 虽然他们都不知道要去哪里 也不知道保加利亚的任何事情 但他们很高兴能安全抵达 也梦想有朝一日能赢的国际公开赛 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入侵之后 大量乌克兰人离乡背景 逃到其他国家避难 一名住在美国纽约的普通妇女 在看到惨状之后 决定将联敏化为实际行动 亲身带着物资飞往东欧 援助乌克兰难民 马力是一名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的 零售分析师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她一直在电视机前 贯注着战争的情况 在她目睹了太多悲惨的画面之后 决定力所能及的做点什么 马力有一个朋友 在乌克兰和波兰 组织了一个名叫 帮助乌克兰22的项目 援助离乡背景的乌克兰难民 马力与她取得联系之后 根据他们的需求 跟自己的先生女儿一起 订购了许多物资 马力表示 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停留两个星期 在那里参与服务难民的义务工作 随着最近乌克兰多地 再次遭到俄军的猛烈炮击 周三再有大批乌克兰难民 通过梅迪卡边境进入波兰 迄今为止 逃出乌克兰的难民人数 已经超过了460万 家育同乡会这样一个大家庭 希望第二代能够一起来参与 这样的同乡会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根据瑞士组织空气品质指标的报告 截至2021年 印度新德里已经连续4年 蝉联全球首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为了改善空气品质 有人推行以真菌分解的方式 取代焚烧农业废弃物 印度新德里的PM2.5数值年年都超标 远大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空气品质约10倍以上 工业污染与车辆废弃排放是占印度全年空气污染的最大宗 但印度农民燃烧倒杆的习惯更加剧了空气污染的程度 为了改善空气污染 当局可说是缴近脑汁 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开发的有机微生物喷剂 名为菩萨分解者 是由7种不同的真菌所组成 在经过多次实验中 被证明能有效分解农业废弃物种 可以在休耕的三周期间 将剩余的农作物与土壤融合 形成下一季农作物生长期所需要的堆肥 300公克的菩萨分解者 可喷洒在大约半公顷的土地 残留的稻池腐烂后会使土壤肥沃 也能减少农地对化肥的依赖约25% 印度政府会提供免费的器材 让农民能够均匀的喷洒 利用这种真菌分解的方式 也被认为较符合印度农民的需求 可能为改善印度空污的计划 带来一丝曙光 据伦敦一家调查公司表示 商业化肥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自2020年以来 氮肥价格上涨了四倍 磷酸盐和甲肥上涨三倍 身为化肥原料出口大国的俄罗斯 如今深陷乌俄局势之中 更加打乱全球供应链 农民纷纷转向传统耕作所使用的 粪便肥料 让粪肥价格一下子翻倍 粪便真的变成黄金 农民均匀地将肥料撒在干草地上 为下一次耕作做足准备 然而这次制备车喷洒的不是化肥 而是生畜粪便 由于国际原物料价格大涨 加上肥料出口大国俄罗斯正遭受经济剧财 化肥大量学货 让农民目光转向价格低延的生畜粪便 为生畜业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额外收入 随着粪便需求大幅增加 品质好的固态粪便也越来越贵 在美国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 一顿优质的干粪便就价在11至14美元之间 几乎是去年价格的两倍 粪肥需求的提升 也使农民争先恐后寻找更多的运输设备 在加拿大 一间专门生产运载蜂蜜的钢筒运输车车厂也销售一空 农民将这种蜂蜜车使用于运输粪便上 米台车可容纳约24吨粪便 随着农民对工业肥料的依赖程度持续下降 即便化肥价格趋缓 预计粪便仍将是农业的热门商品 喜欢吃香蕉 但讨厌剥香蕉的黏黏手感吗 或许以后可以请机器人替你剥香蕉了 东京大学团队研发出一款人工神经网络机器人 能够成功地剥香蕉 而不伤到香蕉果肉 团队共花了超过13个小时的时间 先以手动方式控制机器手臂 剥去数百根香蕉的皮 透过机械学习的演算法 训练机器人本身的动作技巧 在取得足够的样本与数据之后 再将这些数据套用于重现机器人的动作 最后透过模仿人类双手的两只机器手臂 一手拿着香蕉一手剥皮 首度完成了三分钟之内可以处理柔软水果的剥香蕉皮作业 根据该团队三月底在新科学人杂志的结果发表 成功率达57% 以同类型的实验而言是相当可观的成果 尤其是弯曲手腕 以两根手指剥皮的动作被视为相当近似人类的动作 全球关注能源转型 二零二二纽约国际车展登场 电动车等新能源车型受到瞩目 一起去看看 美国纽约国际车展因为疫情停班两年之后 现在正式回归 吸引了包括兵力 劳斯莱斯 南保坚尼 通用汽车 福特跟现代等全球二十多家车器参展 上百款新车亮相 而今年一大亮点 就是各大车企推出的新能源车型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 现代汽车Ioniq 5电动车 引人注目的造型跟一流的充电能力 让它荣获了世界年度汽车奖 世界电动车奖 以及世界汽车设计奖杯 而全电动运动型多功能休旅车的 克莱斯勒Airflow也相当令人惊艳 更新版的Airflow续航里程 达到350英里到400英里 而对于一时还不能完全转向电动车的人来说 混合动力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Alfa Romeo Tonale 可以依靠电力行驶30英里 之后转为消耗汽油 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会变得这么热门呢 除了环境保护的原因之外 高居补下的油价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纽约国际汽车展开始于1900年 是北美地区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汽车展会 这次车展从4月15号开始 一直延续到4月24号 为了提高海龟的繁衍 钢果的保育人士会花两个月的时间 将海龟弹集中孵化后再放回大海里 对保护海龟用尽心思 然而今年钢果政府决定扩大建设 打造一座新港口对生态造成的冲击 令许多人忧心忡忡 保育员在沙滩上用网子围成一圈圈的小聚落 接着温柔的把钢孵化的小海龟 抓到塑胶盆里帮助他们回到大海 受到海平面上升以及海岸侵蚀的影响 海龟的竹潮地大约消失了四分之一左右 每到产卵季节 非洲中部国家钢果民主共和国的保育员 会先在海滩上寻找海龟的巢穴 之后将卵带回孵化 目的是增加海龟孵化的成功率 然而今年1月 钢果总统菲利克斯与开发商杜拜环球岗物 打算在海岸几公里外建造一个12亿美元的深水港 目的是降低海运进口成本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预计在2025年完工 这项建设让保育人士忧心会冲击到海龟的生存 连附近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也可能受到波及 由于目前尚未收到开发商公布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 因此还无法知道建造港口会砍拔多少的红树林 或者未来超级邮轮运输造成的影响 非洲吹哨者保护平台的经理表示 港口如果建在国家公园旁边将会影响红树林阻挡洪水的作用 而且这项建设会破坏当地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对生态的浩劫将永远无法挽回 带您到加拿大的魁北克 欣赏传奇车手列维拉瓦利的雪地摩托特技表演 加拿大的魁北克是雪地摩托车运动的发源地 美国传奇的雪地摩托车手列维拉瓦利 将在这里挑战类似旋转过山车一般的惊险动作 而这个充满挑战的动作 此前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拉瓦利坦言早在2004年 他就开始筹划这次挑战 从此能够像北极星惊险团队一样 反转圆环就成了拉瓦利心中的一大目标 然而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准备工作是巨大的 其中很多细节需要注意 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带来一场大事故 在紧张且兴奋的气氛中 拉瓦利做出了大腾跃 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 不过 这些还只是热身 最终的挑战就要开始了 这个圆环最高处达9.14米 带着200多公斤的雪地摩托 实现大旋转 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 只见拉瓦利坚定地加速前进 一瞬间就完成了这个动作 让我们从其他的视角来看看 这第一视角更是有身临其境的刺激感 带着喜悦之情 拉瓦利和大家分享了她的成功秘诀 高雄岗山仅剩两座郡村之一的省村 被时代剧一把青选为拍摄场景后 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景点 也因为新建于日志时期的历史背景 省村有不同于一般郡村的巴洛克风格建筑 透过镜头一起去看看 开车经过高雄市岗山借寿路与人寿南路交叉路口 很难不被路旁的巴洛克造型的几栋 就灰色建筑物吸引 这是岗山18个眷村 目前为二保留下来的省村 它的由来是其实当年中央航空学校 在杭州检桥设立的时候 当时中央航空学校的飞行教官宿舍就叫省村 那它是采民族觉醒的这样的意义 后来当战争爆发 中央航空学校又迁到四川成都的时候 就继续沿用 新建于1940年代 原为日本海军航空队宿舍群的省村 国民政府接收后 改为空军官校飞行教官宿舍 2009年被列为历史建筑 2017年登陆为文化景观 有着巴洛克风格的远拱回廊 两层式洋楼及木造窗台 是全台独一无二的洋味建筑眷村 有别于其他的眷村 其他眷村大概就是日式的平房 那我们这边很特别 它是两层楼的RC专造的一个房舍 然后它的外观很特别 它外观是拱圈回廊 虽然有些房舍已经是断圆残壁 甚至长出树根 但优美雅致文青感十足的眷村 吸引民众打卡 一探它的风采 过去在日制时代 它就是所谓的军官俱乐部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礼堂 所以在日制时代的时候 它这里面是放电影的电影院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在这边 就是食堂吃饭的地方 眷村你看在台湾发展的历史构成 有贡献的一块 那也是可以给人家留下很多的记忆回忆 为保留岗山眷村文化历史 行政院文化部和高雄市文化局 将原本要被废弃的眷村 改造成岗山省村文化景观公园 占地约4.6公顷的省村 一转一瓦都是时代变迁的岁月见证 正值玫瑰花季 云林斗六有一处玫瑰花园区 园主种了上百种的玫瑰花 每不申收 玫瑰花园里百花齐放 渐层色的玫瑰花 嫩黄色的玫瑰花 还有取名中国娃娃 垂柳下来的桃红色树玫瑰 以及跟装饰艺术共舞的紫色玫瑰 吸引不少爽花民众爱好拍买 很漂亮啊 然后这里很多色的玫瑰花 开得非常艳丽 我喜欢桃红色 喜欢花 而且它这样随下来很漂亮 我们园区里面有上百种的玫瑰 那有树玫瑰 有蔓玫 还有茶玫 那还有灌木玫 多种的玫瑰可以形成它不同的姿态 然后也非常的芳香 这座位于云林斗六的玫瑰园区 搭配可爱造型的玫瑰花车 大红的文字造景 游客置身其中 每个人心情都随着起舞 开心不已 我们每年12月最冷的时候 会做一次大修剪 那到了明年的3月到4月的时候呢 它就会全部一次绽放出来 是最漂亮的时候 双百种玫瑰同时绽放 又让游客一起感受它们的浪漫风情 在春天微风里 享受这一季的芬芳 道歉世界 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 何家欢找创意 我是雨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